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这门课是空中大学的 智慧财产权法商标法部分 那现在我们今天就进入商标的注册要件 商标的注册要件 我们看课本288页 那我们商标法之前前面上课讲到 我们商标法制裁注册主义 一定要申请向智慧局申请注册 注册通过以后才能取得商标权 那进而取得什么 进而取得排除他人 排除他人使用统一或进一式商标图案 使用在同种类或是相对式商品上的权利 那根据商标前面所讲的 前面客人所讲的商标识别性 商标识别性的识别性呢 这个识别性它本身也有强弱 也有强弱的区别 那就这个强弱的区别 就这个识别性的强弱区别 就做了四种 做四种 四种类型的这种识别性 那其中这个描述性的商标 描述性的商标 又描述一个服务商品的功能 描述的这种性质本身 这个描述性商标 它是并不具有识别性的 不可以注册商标 之前面课程有提到 那除此之外的商标图案也要具有这个 除了那个也要不具怎么样 也必须要不具消极室友 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违反这个 并没有违反 并没有这商标法30条 第一项15款这些 不许注册商标室友 才可以 才可以呢 获得这个注册 这就以上 这以上就是商标的这个注册要件 我们看289页 289页举了一个案例 那案例它说 德国车厂奥迪在2009年 就以德文 德文来申请这个商标 这个德文的意思就是说 以科技领先 那智慧局他主张说 智慧局主张说 这个 最后那个智慧局他做一个决定 他就是说这个不许给他注册商标 他的理由就是说 奥迪的这个商标 他翻译成这个英文或中文 都有以科技领先的意思 他仅是一个宣传用语 是一种描述性的一个用语而言 所以他就 那个不具这个识别性 所以就不允许这个奥迪 做这样一个注册 这个课本题的一个案例 290页 290页这个商标注册的階级要件 第一个要具有这个识别性 这规范在第18条 这第一个积极要件识别性规定在18条 然后第二个消极要件就规定在第30条 就是那些15款不允许注册的试由 那商标版第18条 他规定了 这个具备识别性 就是这个商标注册的这个积极要件 那其中有个识别性 刚提到有四类 有四种种类识别性 其中有一个叫做后天识别性 那后天识别性规范在29条第二项 29条第二项 他的定义是说 如今申请人使用且在交易上已成为 申请人商品或服务识别标志者 那讲白话就是这个商标已经被消费者 这个商标已经长久的使用 已经被消费者所认识 因此具有后天识别性 那哪些商标是具有后天识别性呢 这前面课程有提到 前面有课本提到 比方说这绿油精的歌声 或是那个等等 这些都是后天识别性的例子 那290页的最后一段 他讲说商标法第29条第一项 也明文规定了有三种不具识别性的情形 我们看291页 291页识别性 这是最重要概念 就是商标的积极注册要件 这个识别性 识别性 什么是识别性呢 那讲白话就是说 讲白话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商标 会想到就是这个产品 而不是想到他人的产品 这叫识别性 那识别性 讲白话的意思就是说 看到这商标 就会想到是你制作的产品 或是服务 而不会是想到他人所制作的 这个叫做识别性 那识别性呢 依照这个强度总类有分以下三类 一个是独创性标志 任意性标志 暗示性标志 那其中独创性的标志 识别性最强 那暗示性的标志 这个识别性最弱 那至于不基于先天识别性的 就是刚刚 我们一直都在讲到 就是这个描述性标志 那当然他是 描述性标志 但是不能给予允许注册商标的 我来看291 独创性标志 独创性标志 这个 什么是独创性标志 独创性标志 它是指呢运用这个智慧独创所得 而不是沿用既有的这个词汇或事物 那这个标志本身也不具有特 也不具有特定既有的含义 那这个该标志创作的目的呢 就是要来区别 要来辨识 要来区别商品或服务的来源 那也就是说呢 商品或服务 这个产品或功能这个名称性质 这个标志 这个标志本身跟商品或服务的功能 名称性质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这个标志啊 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全新词汇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全新词汇 这就是独创性标志 比方说什么 像GOOGLE GOOGLE 那GOOGLE 那GOOGLE本身呢 他 他一开始创作的时候 他一开始 GOOGLE这一词 他一开始创作的时候 他跟这个搜索啊 网路啊 资讯啊 网路啊 网路服务 并没有任何关系 GOOGLE这一词 刚诞生的时候 他跟搜寻网路资讯 网路服务等这些词汇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这个词汇呢 Google这个词汇是 以往未曾出现过的全新词汇 那类似的概念 比较说 Messetis Bens 这个Bens 再来是贵格 这个在座同学年纪比较 比较养生的 或者比较年长的 就会对贵格有认识 贵格养生 养生麦片啊 贵格养生燕麦啊等等 这贵格这两个字 还有麦当劳 这些呢 通通都是这独创性的标志 所以呢 现在我们从这里知道说 这独创性的标志 它是一个全新的词汇 然后跟它所要 所要代表的商品或服务的功能 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种叫做独创性标志 那既然是 是这个全新既有词汇 而且跟原来的商品或服务 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代表说它的这个识别性极强 它的识别性极强 所以当然也可以 可以这个申请 这个能够获得 注册商标的机会就比较大 那克本也在提一个例子 在291页 他提到说独创性标志 它是指这个三情人 自己创作的智慧 本身不具有任何字典上意义 比方说Sony Sony Sony 这个也是一个独创性标志的例子 那我再来看这任意性标志 那任意性标志 就是本来就存在的词汇或名称 本来就存在的词汇或名称 这叫做任意性标志 但是这样的一个词汇或名称 与指定的使用服务或商品 全单无关 全单无关 那比方说什么 苹果 苹果电脑 那苹果 那苹果这一词 它就跟这个电脑 跟资讯业就无关了 那再就是五月花卫生纸 那五月花跟卫生纸是无关的 那再来是鳄鱼电文箱 鳄鱼跟电文箱是一点都关系都没有 所以这些都是任意性标志 然后再来是暗示性标志 那什么是暗示性标志呢 就是最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商品 最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商标 与产品或服务间的关联性 这叫暗示性标志 那课本举例子 293页 在293页举例子 比方说快意通 翻译期快意通 这个比较年长的老同学 大家也认识过快意通这个东西 这陪伴我们这个查英文智慧 很长一段时间给一个好朋友 那大家现在目前的快意通 我现在比较很少在生产这个英文智慧 倒是在最近 倒是我在最近发现到快意通 最近在生产什么东西呢 他生产那个电动打气机 电动打气机 就是可以用来打气的汽车轮胎 机车轮胎自行车轮胎 公路车轮胎等等这种电动打气机 那我自己也有买一个 买了一个以后 发现到说 这个打气的声音太大声了 打气的声音很大声 大到说可能会把隔壁的邻居给吵醒了 所以这就是电动打气机的一个缺点 就是噪音太大了 然后在课本再提一个例子 就是益池林 益池林就是 就是让人家联想到说 让人家联想到说 这洗衣粉 只要一个 一个汤匙的分量 就可以让衣服洗干净了 这叫益池林 那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克潮林 克潮林 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潮湿的 那个对付房间潮湿的 然后再是竹爽卵膏的竹爽 这个就是一插下去 这个卵膏可以防止这个 可以根治这个香港角的这个竹爽 然后再来是不具先天识别性的类型 这个在依照商标法29条 第一项的规定以下三种情形 是不具识别性 而且不可以注册商标 然后第一个就是这个描述性标志 所谓描述性标志讲 法条定义就是 表示商品或服务的形状品质公用或其他说明者 这叫做描述性标志 是不可以注册商标的 比方说神器 神明灯神 机器器神器 这个 这个 比方说什么 什么 那个打气神器 工匠神器 修理神器 那个装潢神器 等等那些神器两个字 这个就 其实就讲说一个商品或服务性质的一个说明 但就不可以申请注册 不可以这个获得注册 那课本再举例子说 比方说健康两个字健康啊 无毒啊 无毒 无是有无的无 毒品的无毒 健康无毒啊 这些都是讲的一些都是表示这个商品或服务的这个说明 但就不可以申请注册商标 然后第二个不具先天识别性类型就是所指定商品或服务的通用标章或名称 这个 这个用意是在于说 这个他用意是在于说 因为这个标章或名称已经被这个同业 已经被同业普遍使用了 比方说饼干啦 面包啦 车轮饼 这些词汇 但是不可以申请注册商标 然后第三个不具先天识别性的 不具先天识别性的 第三个不具先天识别性的类型 就是其他不具识别性的标志所构成的 这像什么 比方说什么 比方说这个想好好放假 或是靠得更近 想得更远 这些词汇 这些词汇 他们是属于这种其他不具识别性的标志所构成的 但是不可以不可以这个申请注册商标 然后294页最重要 294页最重要 就是后天识别性 后天识别性 那后天识别性 有哪些例子 有哪些例子 先讲例子 294页后天识别性 我们先讲例子 然后我再回过头来看课本定义 这样比较好理解 那后天识别性的例子 比方说大甲浙南宫 大甲浙南宫的大甲妈祖 大甲妈祖四个字 那大甲妈祖四个字 已经被使用很多 很长一段时间 也能够让人家辨识到说 这大甲妈祖 他的商品或服务来源就是 大甲浙南宫的产品 所以大甲妈祖 这四个字 就是具有后天识别性 已经获得注册商标 然后再来是这个 这个网红 这个李柯太太 李柯太太这四个字 这个 因为这个已经 已经这个 李柯太太已经成为网红 已经有两三年一段时间了 已经被大家所认识了 那所以李柯太太 这四个字 已经具有后天识别性 所以已经获得注册商标 好 那介绍完这个 介绍完这个例子 介绍完例子 对对 等一下 还有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大家说英语 大家说英语 Let's talk in English 这个大家说英语 这个五个字 还有旁边的英文字会 因为它 它显然是属于这个 这个 这个大家说英语 它显然是属于这个 商品功能的 商品功能的这个说明 不具识别性 但是啊 这个大家说英语 已经从民国三十 民国四五十年来 民国四五十年开播到现在 已经为我们这些消费者 或者台湾民众已经所认识到 而且这个商标是属于这种 长期作为商标使用 那已经使这消费者认识到 这个该杂志社 空中英语教士杂志社的这个 这个商品标志 所以呢 具有后天识别性 所以就也准这个 也获得 所以这大家说英语 也获得这个商标注册 我们来看课本294页 后天识别性呢 又称为第二意义 就是说这个词汇本身具有描述性意义 应该被认为是描述性标志 而不得注册 而不得注册 商品或服务的标志 所以29条第二项 29条第二项他就讲说 如果经过这个注册申请人使用 且在交易上已称为 申请人商品或服务的识别标志者 是可以申请 那又如何获得注册呢 那申请人你必须要经过长期的行销 你必须要经过长期的行销 比方说理科太太 假如理科太太在还没有当网红的时候 就拿理科太太四个字申请注册商标 绝对会被驳回 绝对会被驳回 因为他只是一个描述性的商标 不具这个识别性 但是因为理科太太变成网红以后 已经为大家所认识 所以这时候就具有后天识别性 就可以获得注册 所以这业者这申请人 你必须要经过长期的行销 而且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你才可以取得这个 才可以符合这个后天识别性 然后依此 然后依此来申请注册 取得注册商标 那么取得后天识别性的证据有哪些 因为你要申请注册 你一定要提一些证据证明说 你的这个标志是有后天识别性 那哪些证据是要提出的 这课本294页提到 它说像销售量、营业额与市占率 广告量、广告费用、促销活动资料 市场调查报告等等 这些资料来佐证说 你的这个商标是具有后天识别性 然后依此来取得注册 那296页就规范 就提到这商标的消极 商标的消极注册要件 总共有15款市有 我们先来看297页 297页第四款市有就是政府机关的标章 政府机关标章是 你不能拿政府机关的标章来注册 然后再来是这个298页 因为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 比方说什么 GGYY 有人就是用GGYY 这个四个英文字 我们来申请注册商标 然后结果被驳回 被驳回 那驳回理由就是说 因为这个商标 因为这个字样 这是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风俗 然后就被驳回 然后299页 这个 299页就是 就是这个 产地 这个产地 也是不能申请注册商标 比方说 清景泽郭物 台中的清 台中有个火锅产品 叫做清景泽郭物 他也申请注册商标就被驳回 为什么 清景泽三个字 它是个地名 是个产地 所以是不允许注册商标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 阿辉炒善于意面 他之前用台南阿辉 用台南阿辉四个字来申请注册商标 这台南两个字也是产地的来源 那原则上是不能注册商标的 可是当时的台南阿辉他们在注册商标的时候 他们又声明说台南这两个字 不申请专用 而且呢 他们还另外画一个图案 用文字跟图案来一起申请注册 光是这个图案呢 就已经有识别性了 所以最后台南阿辉有获得这个注册商标 然后课本再提一个例子就是彰化肉圆 彰化肉圆是不允许获得注册商标 因为你彰化两个字就已经标 就已经有这产地的这个来源 所以这个不允许这个注册商标 然后三百页 第三百页就提到说这个苏格兰风格威士忌 因为这个也是不允许 也是不允许这个注册商标 主要是因为这苏格兰 苏格兰风格威士忌 这产品并不是出自这种苏格兰 而是这个风味或制造方法的说明 苏格兰风格 它是一个风味或制造方法的说明 当然也是不允许这个注册商标 然后第三百零一页 第十一款禁止释油 就是禁式商标 禁式相同或禁式商标 是不允许注册商标的 那么 那他说呢 相同或禁式他人注冥商标 注冥商标的 他是不允许这个商标注册的 那至于什么是注冥 什么是注冥商标的注冥呢 这规范在这个 商标法的施行细则 第三十一条 这是在课本的三百零三页 三百零三页 三百零三页 试行细则第三十一条 等法署出的注冥是指有客观证据 足以认定以广为 以广为相关事业或消费者所补聘认质 这叫注冥商标的一个定义 那再来就是 就是禁式他人注冥商标 那这个禁式与否要如何判断 那禁式与否要如何判断 我们看三百二十九页 三百二十九页对禁式有做定义 有做定义 那三二十九页他做定义 他说这个 就是第一个 就是消费者会误认两者为同一个商标 就算因为在一时异地观察 也会让这个消费者无法区分 无法区别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商标的禁式 以及这服务的商品服务类型类似 也会被误认为这两者有这个相关性 这是商标禁式这个定义 然后回头来看课本的三百零一页 商标三百零一页 关于商标禁式与否如何判断 就是从这商标的整体观察 从商标整体观察来看 也就是说商标的显著部分认为禁式 那即使之其他附属部分有明显差异 从整体 从整体加以观察 人为这构成禁式 此外个案比对必须采取 一时异地隔离观察 一时异地隔离观察的这个方式 也就是不应该将这个有问题的商标 跟真正的商标同时摆在一起 详细比对 毕竟消费者在接触商标过程中 都是以所见的商标 与印象中的商标来进行比较 比较容易产生不遥误论 所以这个一时异地隔离观察 是比较符合消费行为的实际情境 所以要判断这个商标是否近视 你一定要把这两个商标 一时异地隔离观察 来判断说这商标是否近视或相同 来302月第十二款 302月第十二款 不允许商标注册市有 就是这个恶意抢注 恶意抢注的行为是不允许这个注册商标 这就是防止这个先申请主义的弊端 303月有他人的名字 比方说有人用那个农界先物流 用那个卸农界的名字来注册商标 就是农界先物流 这也被驳回了 因为这里面有这个他人的名字 第十四款禁止市有 就是有著名的法人商号 包括其他团体的名称 有至相关公众巩窑误认之余的 那课本303页有提到 课本303页的最后一段 有提到这著名的定义 这规范在事情细则第三十一条 这刚刚前面有提到就不再提 好那以上就是关于以上就是把这个商标注册要件 就完全的介绍完成了 那我们看310页 310页 证明标章 团体商标 及团体标章 310页 第九十三条 证明标章中 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产地证明标章 那至于这个团体标章和团体商标 它是针对这个组织团体的集体性标示 团体商标它指在 它目的是在防止经济活动下使用的标章 可能产生互要误论之余 那另外呢 这个团体标章 它是属于这个非商业性目的的标章 那申请的必须是法人 必须是法人 看312页 证明标章团体商标及团体标章 这规范在第八十条到第九四条 那说实在在考试上面 在考试上面的重点并不是那么大 并不是那么大 因为商标法考试重点 毕竟是在集中在这个商标禁事 商标维权使用 还有那个商标注册要件 商标识别性等等 这些 所以这个 这个证明标章 团体商标及团体标章 在考试上的比重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我们还是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看312页 我们看证明标章 那证明标章 依据商标法第八十条第一项定义 只要是消费者会关心的事项 都可以建立相关的证明制度 那申请人的资格在规范在第八十一 在第八十一条 他提到说法人团体或政府机关 只有法人团体或政府机关才可以申请 才能做这个申请的 那证明的内容313页 313页 他举一个例子 就是鞋皮 鞋类 鞋类增皮标章 他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314页 这个产地证明标章 规范在这个 30条第八 产地证明标章 那产地证明标章 依照这个第三十条第八款 是不允许 不允许申请注册 不允许申请注册 但是你可以依着这个 可以依照第八十条至第九十条规定 就这个产地证明 来申请这产地证明标章 那第三百一十五页 第三百一十五页 第八十条第二项 第八十条第二项 就名列出 就名列出这产地证明标章的 定义与要件 三百一十六页 团体商标 那团体商标 团体商标 它依据这个商标法 第八十八条第一项 具有法人资格的工会 协会或其他团体 那实务上最常见的团体商标 就是这个 地区性的农与会 农会与会 为这个成员这个销售所需要而申请 三百一十七页 团体商标 与一般商标比较 团体商标 则是由这个团体会员共同使用 团体商标 它是由这个团体会员共同使用 那商标法第九十二条也规定说 这样的团体商标 是不可以移转啊 授权啊 是不可以移转 不可以授权 也不可以设定职权 那团体商标 与证明标章比较 那团体商标 与证明标章 在书上可能产生重叠 或是双重保护 之处 就是在这个产地 就是在这个产地相关的标志 在产地和产地相关标识 三百一十八页 团体标章 那团体标章 它是一个无商业性目的的标章 它依据商标法第八十五条规定 那申请人资格 申请人资格 是具有法人资格 具有法人资格的工会 协会或服务团体 才可以申请 才能作为申请人 那三百一十九页 注册要件 这规范在商标法第九四条 第九四条 我们已经介绍完 证明标章 团体商标 其实团体标章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商标权的侵害认定与责任 商标权的侵害认定与责任 我们看这个324页 侵照这个商标法第35条 及68条 这两条分别规定商标权的专用范围 以及侵害商标权的认定 那另外我们商标法第36条 有四种例外的情形 商标权人的权限会受到限制 也就是说你的商标权 虽然受到侵害 但是我们36条 有规范的四种例外的情形 这时候商标权人 商标权人 他要主张受侵害的情形的状况 会受到限制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民事救济的途径 是分别规定在第69条 跟第71条 326页 326页 商标专用权的范围 商标侵害的判断 首先你必须要界定商标专用权的范围 你确定的范围 知道范围在哪里 才能知道说侵权地方是在哪里 你必须要先判断范围在哪里 才能来判断说侵害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依据商标法 这规定在商标法第35条 327页 从这个条文可以知道说 我们第68条定义商标侵权 它的内容与这个 我们商标法第35条 有关商标专用权范围的定义 只有一个不同 就是正列的以行销为目的 以行销为目的 那目的就是把这个侵权的构成要件 侵权的构成要件给它限缩起来 也就是说 判断商标权侵害 不只是要判断说商标是否相同或近视 你也要判断说行为人主观目的 也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为何 行为人若是他的商标 的确是相同或近视他人的商标 而且他也是出于行销为目的的 这就是商标权侵害的 这就构成商标权侵害 那商标使用定义 也就是说构成商标侵权的前提要件 就是将这个商标使用于某些商品或服务上 那是否构成商标法第68条所提到的使用 就常常就是实物上增点 那至于商标使用的定义在哪里 这规范在商标法第5条 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前面所讲的商标维权使用 商标未使用三年以上 就会被废止的商标使用 是同样的一个意思 那至于商标使用的定义 前面已经有讲过 这个就不再提了 328页 所以商标权侵害的行为的判断 首先你必须要判断说 这个行为人有从事商标使用的行为 然后才能进一步判断说 这样的行为是否导致消费者有混淆误人之余 来做成的侵权与否的判断 那实物上认为行为人单纯反冒 行为人单纯仿冒 商标图一样 因为尚未到使用商标阶段 所以就没有商标法侵权的适用 所以就没有商标法侵权的适用 因为商标法侵权行为有两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商标禁事 然后再来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有商标使用 因为他并没有进入到使用商标阶段 所以就没有商标法侵权的适用 但是还是有刑法上的问题 那刑法上二三五条 刑法二五三条 抱歉 刑法二五三条有这个仿造商标商号罪 所以就算是这个行为人 他就算是没有使用商标 但是他客观上有仿造商标行为 所以是构成刑法二五三条的仿造商标商号罪 三二八页 混淆误认的判断原则 也就是商标禁事 商标禁事的判断原则 商标侵权判断的最关键因素就是 相关消费者混淆误认之余 三二九页 三二九页 智慧局所颁布审查基准 并不屈述法院在侵权诉讼上个案判断 那混淆误认之余的定义包含两种类型 刚刚提到的 第一个就是意识异地观察 就消费者意识异地观察 这个商标是否有 这个是否会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商标的禁事以及这个使用的商品服务类似 会被认为两者有关联性 所以这判断混淆误认之余 必须要参佐以下多项要素 这三二九页有写 三二九页就写这八大因素 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意识异地观察 有没有让消费者有误认之余 有没有让消费者发现到说 我看到这个商标会不会联想到 是某某商标等等 讲说让消费者有误认 或是让消费者有联想到 他有另外一个商标是属于别的商标的 就是混淆误认 所以330页330页就提到说 要意识异地 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来整体观察 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来整体观察 可以就这商标整体的外观观念或读音来观察 331页330页这个商标专用权效率所布及的 这规范在商标法第36条 那332页以下就对这个332页 332页以下就商标专用权效率所布及来做介绍 分四点来说明 那其中的这个第三点就是善意先使用 善意先使用 善意先使用就是说 行为人在他人申请注射商标之前 就已经使用该商标了 这叫善意先使用 这时候善意先使用人 他可以继续使用他的商标 而不被商标注射人的所影响 这叫善意先使用 比方说什么 那个 格勒大厂 那格勒 台湾有格勒做格勒的 汽车格勒 叫FEEKOOL FEE-KOOL FEE-KOOL 这个厂商 他用这个商标 可是他这个商标本身 其实在国外就已经有人申请 有人已经有注册使用 但是这个我们国内业者不知道 后来这个国外业者就来台湾打官司说 这个有商标侵权的问题 那后来法院判决说 这是属于善意先使用情形 善意先使用情形 所以这个台湾业者还是可以继续用 FEEKOOL的商标来职业 然后334业权力耗尽 权力耗尽 所谓权力耗尽就是说 这商标权人 他在卖产品的时候 他在卖产品的时候 他在当下就已经赚到钱了 卖产品赚到钱 所以他就不处罚 不处罚这真品平行输入的情形 比方说什么 比方说走播 最常见走播就是 那个YouTuber 或是网红 就是边 边录影 边播 边录影边播边卖东西 这叫走播 然后再来是这个精品代购 再来是另外一个精品代购 那这些都是权力耗尽 权力耗尽 所以当然就 就不会受到商标 商标权人就对这个权力耗尽行为 是不能主张权力的 我们看课本 那商标权人 既然已经卖出产品了 所以这时候已经是权力耗尽了 就不可以针对这卖出的商品来主张商标权 也就是说这购买取得者 他就可以合法的转卖 他就可以合法转卖 那权力耗尽呢 我们是采取这国际耗尽原则 因为我们是条文里面写说 国内外市场是采取国际耗尽原则 所以你在国外买到的产品 你在国外买到的精品 你可以在国内把它卖掉 从事这个精品代购 从事精品代购 为什么 因为你在国外买到这个精品 这个精品本身的商标已经全力耗尽掉 所以你把它带到台湾来 就可以把它卖掉 这叫做精品代购 也就是所谓的真品平性输入 也就是俗称的水货 那335页 这个泥滞侵害商标权事由 这规范在第70条 视为侵害商标权的情形 其中第一款就是说 明知为他人著名的注册商标 使用或相同近视商标 自检损该商标识别性或性欲之语 重点就是著名的注册商标 也就是说这个著名商标 你必须要在台湾注册 这个著名商标 你必须要在台湾注册 所以这个著名商标必须要在台湾注册 才能构成说这个 视为侵害商标权的情形 我们看337页 一般注册商标得保护范围缩减 依照公司法第18条第一项 公司名称中标明不同业务种类或可知区别的文字者 视为不相同 因此不同公司使用相同的事业名称相当常见 比方说红海 红海大家都知道它是做电子代工的 对 但是我们有坊间有看到就红海瓦斯 红海瓦斯 红海小吃 红海水饺店等等 只要这个红海这两个字 就是不要使用在这个电器啊 或是科技业产类 你只要用在完全与之无关的事业上面 比如说食品业啊 或是食品业或是服饰业 在这边是符合公司法的公司名称 是可以依此来做这公司名称的 好338页商标权侵害的民事责任 这规分在第69条跟第71条 好这商标权侵害这个民事责任 其实这考试送理就在于说 那个法院的受理啊 哪家法院来受理啊等等啊 那在食物上面的话 就会讨论到说要赔多少钱 那个损害赔偿额是怎么计算的 因为我们这门客人是空大的智慧产权权法的课程 主要是教这个课本上的东西 那至于这个比较食物面的东西 比较食物面的东西 因为这个学校给的课程时间 给的课程时数并不够多 所以就没办法再加以介绍 那当然以后如果大家我们 以后我们大家后会有期的话 会给大家再做详细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就想到这边 那整个智慧产权权法都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后会有期 谢谢各位 谢谢